这一碗吃下去就是 冬至前一晚 马总统启动与民同在下乡之旅 第一站选在台中东市 Homestay住葡萄果农家 池塘员先暖胃 和农民座谈不打政治口水 用庶民语言开启玩笑 以前Homestay 大概十几种农产品 农民的家我都住过 葡萄家还没有住过 这是第一次 不仅开玩笑 总统也关心起农产价格 承诺协助维持当地盛产的 水梨 茂谷干 柿子及葡萄 能够产销平衡 稍早更是马不停蹄 短短三小时就跑了 台中大理太平五间庙 和民众拨干净 积极稳住中台湾选情 防堵连日在中部 拔装成功的绿营翻盘成功 三地新闻成立国 黄教会SN小组 台中采访报导 地新闻